說到了年中的假期忘記越來越近 影音串流市場再掀起一步證據 串流鏡頭Netflix為了吸引更多利用戶 他們增加廣告營收 下個月初開始 要在美國等12個國家推出 喊廣告的訂閱方案 訂閱的月費是6.99美元 折合台幣大約是225塊錢 那就來比一比了 如果同樣都是有喊廣告的訂閱方案 Netflix是比Disney Plus 12月上路的7.99美元 還有HBO Max的9.99美元 它是最便宜的 那麼如果是本來沒有廣告的方案 那我們從基本費率來看的話 Netflix同樣是比DC Plus便宜一點點 各項費率就是硬是要壓得比強敵還要低 市場看好了Netflix在年底這一場 廣告版的串流大戰中 是居於有利的位置 也激勵他們的股價在週四大漲超過5% I am blue 經濟工隊的格魯特 以主角之姿推出独立作品 超某模樣融化影音的心 誰是你最好的朋友 Nicky Spandex Spandex是你最好的朋友 擁有超能力的律師女浩克 還有多位漫威宇宙角色回歸 一系列漫威影集全都在串流平台 Disney Plus獨家播出 不只有漫威HBO國家地理 子品牌既有的觀眾基礎溢注 連哈日哈韓族也不放過 那好 待會兒 我們是Disney Plus 积极發展海外原創內容 讓Disney Plus訂閱用戶數 以超出預期的速度 飛快增加 加上旗下串流服務 Hulu還有ESPN Plus 全球種用戶數 已經超越老大哥Netflix 成為影音串流市場霸主 迪士尼執行長相當看好前景 以後解封民眾開始外出看電影 市場一度看空 轉流服務 Disney Plus打破市場已經飽和的傳言 訂戶數持續成長 對迪士尼來說 正是漲價的好時機 下一步把重點 從增加用戶轉向增加利潤 擔心漲價會流失用戶 Disney Plus同時也下修訂閱數預估 2024年長期人數目標下調 一千五百萬人 將策略轉向引入廣告來增加利潤 轉而依靠廣告收入 不追求訂閱增長 Disney Plus推出廣告版 並不是空穴來風 因為自家另一個 串流服務Hulu 有三分之二的使用者 願意接受廣告來享有 更便宜的方案 除非選擇價格更高的 無廣告版本 否則Disney Plus 會將現有用戶 自動轉換成廣告收視戶 廣告版本成為 串流平臺戰場的新趨勢 就連零售龍頭沃爾瑪 也和派拉蒙攜手加入戰局 各大串流平臺競爭激烈 沃爾瑪和派拉蒙影業合作 免費提供會員 帶廣告的串流媒體服務 串流商業模式 從訂閱走向廣告 是內容供應多元化之下的必然發展 隨著民眾對平台的忠誠度逐漸下降 單靠月費已經難以維持收入 業者必須仰賴廣告 帶盡營收 Netflix 2020年 註冊六個月還沒有退訂 人事訂閱者比例71% 2021年下降到62% 2022年只剩下五成多 我不認為我會退休 我認為我會再加上 因為我從Hulu看過 我從Nedflix看過 現在我會看過 Disney2的電影 Netflix串流霸主寶座 被Disney Plus搶走 勢必設法要扳回一城 未來兩強競爭 勢必會更加白熱化 下個決戰點不只在內容 也考驗著傳統廣告業務能力 廣告版本串流服務 將成為所有平台業者 今年的期末考 靜新文章圓 翁李琪報導